前万一国会议员王建民早前呼吁行动党领导层 对伊玛公司丑闻等事件表明立场 结果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却说 王建民在讲废话 王建民今天受寻时拒绝回应陆兆福的批评 当今大马今早寻求王建民的回应 但王建民不愿多谈 只说抱歉我不想评论陆兆福的言论 王建民前天发文告表示 特设局为纳吉减刑 可能是首相安华和西蒙要安抚巫统支持者 但这并不意味着行动党领导层 必须在多个相关重要课题上保持沉默 他也呼吁行动党领导层 说明他们对伊玛公司丑闻 潘警委被警方调查的事件 以及体制改革承诺的立场 不过陆兆福昨天接受新州日报专访时说 行动党上下不会忘记 对纳吉和伊玛公司丑闻的立场 任何人包括王建民说 行动党忘记立场 这是废话完全不正确 至于警方调查潘警委的事 陆兆福则拒绝评论 只说我现在已经说得够多了 潘警委早前接连在面子书 发文嘲讽纳吉获得减刑 结果警方前天以煽动法令 传召潘警委问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